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欢抱之慷慨 监控立业斩胸财 斩胸财 大家好 今天首先跟大家聊一下 中国最著名的爱国公司华为 它最新发布的手机 叫Mate60 Pro 大家都知道狗哥不是那种科技自媒体 狗哥从来不搞什么开箱开盒 测评科技产品之类的内容 狗哥在平时开盒评测的 主要都是新闻信息 都是新闻事件 都是新闻人物之类的 今天狗哥点评中国华为 新发布的所谓的5G手机 什么华为代表中国 已经成功打破了美国的5G封锁之类的 这个事 狗哥主要也是从新闻信息和人物的角度 去解读 首先影片开头 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视频 就充分反映了华为 他新发布的这个手机 这个对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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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他们的这种非常重大的意义 小视频是在这个中国墙里边 华为他在发布这个新手机以后 就有一位这个中国爷们 中国汉子 他是专门跑到华为的一家店铺面前 对着华为的那个牌子呢 鞠躬啊行这个三败九寇大礼 他呢是向华为呢 要表示崇高的敬意 还有膜拜 当然了 他拍这个东西啊 纯粹是为了这个拍抖音啊 吸引这个中国粉红们的眼球啊 赚流量赚钱 我想说呢 这位中国的爷们自从他在中国墙里边出生下来以后 有极大的概率是他呢 从来没有对他活着的亲生父母行过这样的大礼 三败九寇啊 应该呢 是从来都没有啊 这位看起来呢 是堂堂正正啊 很威武的中国汉子 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叩拜大礼 很可能呢 就是给了华为这个公司 这个牌子从这儿大家呢就可以感受一下华为 他这次发布这个新手机 这个呢 对于很多很多中国人来说 有的这种重要的意义啊 真的是比他们这个亲生爹妈还要重要很多 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啊 他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啊 你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里边 在中国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墙里边呢 就曾经很流行过一首歌 他的名字呢 就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 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他老人家亲 谁反对毛主席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呢 是中国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出现过的疯狂 现在中国呢 已经是进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时代 其中的一个疯狂呢 就是爹亲娘亲不如华为亲 谁反对华为 谁质疑华为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 现在中国墙里边啊 已经是这种时代啊 所以呢 才有这个小视频里边 中国小红狼跑到华为店铺面前去表演扣败的这种闹剧 应该呢 有不少网友都看到了 华为他这次发布的新手机 型号呢 叫mate60 pro啊 还有这个mate60啊 不带pro的 他的外观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狗我自个儿呢 先吐槽一下啊 他这个外观设计啊 真的是太丑啊 狗哥呢 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 去具体形容他这个外观 反正呢 看上去就是一个字 丑啊 一眼丑啊 你你像这么难看的外观设计 狗我自己呢 是绝对不会去买 不会去用的啊 真的是太丑 太降低品位啊 当然了这个外观呢 他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呢 大家呢 还是要看这个内涵啊 看这种内在的品位 中华墙里边的网友们都会知道 华为他这次发布这个新手机啊 mate60 在中华墙里边呢 可以说呢 起到了举国震动的效果 这个呢 可以说呢 是墙里边 让中国人呢 是举国兴奋 举国亢奋 华为 他呢是在这个前天 8月29号 很低调 发布了这个手机啊 在之前 在事先 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公开的宣传推广 他突然就发布这个手机了 结果呢 这个事儿 在中国舆论里边 一下子引发了这个热度 他甚至说啊 一下子就盖过了 日本排合处理水 那个事儿 在中国墙里边的热度 华为发布新手机这个事儿 他一下子就成为中国网络上 和中国舆论里边的第一热点 这个呢 就很能够充分反映华为这家公司 他对于现在中国的这个特殊的意义啊 特别呢 是华为 他对于中国最广大的粉红们战狼们 有的这种特殊的意义 真的对他们来说呢 爹亲娘亲真的是不如华为亲 大家再来看一下中国一些最著名的 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 意见领袖们 他们对华为这个新手机的态度 还有看法 首先是最著名的这个金赛荣 金正伟 他说呢 华为5G手机啊 突然就问世了 这个风格啊 挺让人意外的 因为华为这次呢 他是超级低调 没有做任何的宣传推广 小金说呢 他必须要为华为点赞 在一个超级大国啊 他这说的这个当然呢 是美国 动用全部内外力量 对华为打压的情况之下 华为现在呢 能够实现技术升级 这个呢 就很了不起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上甘岭战役打赢了 大家注意 金灿荣 他这这个对华为发布这个新手机的评价啊 他认为呢 这个意义呢 相当于中国人都知道的这个上甘岭战役 第二个 小金认为呢 这件事啊 就意味着中美科技战 或者说呢 叫中美芯片战 中国取得了一个局部的胜利 第三 他说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的时候宣布这个事儿 也说明了华为这个风格呢 是比较刚啊 不玩花的 就是直来直去 这种风格呢 挺好 所以呢 这个第一 第二 第三 华为他发布新手机这个事儿 金灿荣呢 是又宣布中国呢 是赢了三次啊 三赢 大家都知道 像中国的这种的大事儿 但凡呢 是像金灿荣这样的东西 他表态了 他宣布中国赢了 那大家呢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呢 是怎么回事儿了 中国国世界最高调的这个亨卡二将 除了金灿荣 还有胡锡进 那这个胡锡进 他在华为这个事儿上的表态 我在这儿呢 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也懒得去点评了啊 就不污染大家的眼睛了 大家看 中国的一些很有欺骗性的这些个大V意见领袖 他们的态度 首先是这个李济啊 曾经呢 他号称呢 是一位有点理想的记者啊 这个呢 他呢 也是一个坏差 而且呢 是很具有欺骗性的那种坏差 他说呢 华为这次发布这个Mate60手机 既高调又低调 高调在于 这个呢 是华为5G手机的第一次回归 这个呢 就意味着打破了美国霸权 华为这次的低调在于 第一呢 是他很低调的发布这个手机 第二呢 是发布的这手机呢 华为呢 也绝口不提5G 华为并没有说 他这个呢 是5G手机 他这个手机插上卡以后 这个屏幕右上角呢 也不显示那个5G的信号和标记 这位李济他自己推测 华为在5G方面 这次这么低调 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避免再被美国盯上 遭到更强烈的制裁 第二呢 是华为担心 他现有呢 这个大量的4G存货手机的销售啊 你如果说新发布的这个呢 是5G手机 那华为他现有的大量的4G手机呢 就没人买了 所以呢 他呢 就有必要在这方面呢 保持低调 最后 这位李济说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个呢 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如果真的是华为 他攻克了技术难关 打破了美国的封锁 他搞出来了自己的5G芯片 还有手机 他认为这个成果 对于中国来说 不亚于1964年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天佑中华 刚才那个金灿荣说 华为这个新手机的意义 对中国来说呢 相当于呢 是上甘岭战役 这个李济说呢 是相当于中国的第一颗核弹爆炸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可以充分的感受 华为这个东西 他在中国的舆论里边 特别呢 是在中国的这些个粉红圈子里边 引发的那种炸裂的效应 另外 还有一些在以前表现的还算是比较正常 不算是粉红战狼的这个中国网络大V 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 他们的看法 大家来看这位延峰 这位呢 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发微博说 华为Mate60手机 携麒麟处理器和5G归来 令人惊喜 他说呢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 是贸易战里边最丑陋的一幕 看到华为当时停了这个麒麟的芯片 降回了4G 他自己呢 是感到非常的难过 但是呢 现在看到华为呢 并没有被打垮 正硬了那句话 那些打不死你的 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另外 还有中国官媒央视的一位前主播啊 在以前看起来更正常的 叫这个李小萌 他这次呢 也专门发了这个短视频 为华为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呢 是鼓掌叫好 在这儿 狗人可以确定啊 这位李小萌 他很大概率是收这个华为的钱了 他呢是收这个华为的公关费了 所以呢 他才做了这么一个视频 刚才说的那位复旦大学的教授 严峰 他呢 有可能也是在这个事儿上 收华为的钱了 所以呢 你要说这华为 他这次啊 发布这个新手机 他是完全低调 他完全没有宣传推广 这个呢 肯定也不对 狗哥认为呢 华为他这次的宣传推广呢 只是搞的是更有技巧 他的隐蔽性呢 是更强 他把主要的公关费 推广费 应该呢是用在像李小萌 像严峰这样的 在以前看起来呢 是比较客观 比较正常的这种网络大V上 网络渠道上 因为你像金灿荣这种 很多理性清醒的中国网友们都知道 金灿荣这种他们是什么东西 他们是怎么回事 华为 你如果说花钱找他们去做宣传推广 这个呢 反而会引发很多清醒的中国网友们 这种反感还有抵制 而且呢 像金灿荣这种 即便是华为不给他们钱 在这种事上 他们呢 也会主动的去吃屎 根本就不用华为再去花钱去请他们吃屎 像严峰 像李小萌 这种所谓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 网络大V 他们呢 就不太一样 他们呢 一般不会主动的去吃屎 所以呢 这华为呢 就需要花一些钱 去这么做 这样呢 效果呢 也会更好 欺骗性呢 会更强 但是不管是这个主动吃屎 还是被动吃屎 华为这个事儿 这两天在这些个中国网络大V意见领袖 他们的配合还有炒作之下 这两天呢 他们已经是成了中国舆论里边的第一热点 这个呢 让很多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呢 是感到亢奋 还有积雪 让他们感觉呢 是中国呢 又赢了 又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 中国呢 又扭叉了 又强大了 对华为发布的这个所谓的5G的新手机 Mate60 狗狗自己呢 主要呢 想说两点 第一 这个事儿啊 这个手机里边肯定都是水分 都是吹的 华为这个手机 它的功能肯定呢 是并不强大 他甚至说呢 连5G都不是 大家再看一位中国的这个网络大V 号称是这个经济学家 他是怎么吹的 他说呢 华为这个新手机呢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 更加超前 说它的这个CPU的技术呢 是5纳米级别 而且呢 这个东西呢 还是中国完全自己生产的 说这个通信技术呢 不是5G 是5.5G 甚至说呢 是准6G 因为华为这个新手机呢 号称可以这个通过卫星通讯 他说呢 华为啊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王炸 这个呢 就意味着苹果的好日子呢 到头了 最后呢 还说 这个呢 是华为 他冲出纯维的里程碑 21世纪 最大的历史潮流呢 还是中国崛起 凡是逆这个潮流而动的 不管是国家 不管是企业 不管是个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呢 这个呢 真的是吹的 太厉害了 对华为这个新手机 隔自己的判断 华为这个新手机 他不是5G的手机 他这个CPU芯片的功能呢 也很一般 做出这个判断 理由呢 有两个 第一 连华为他自个儿都不敢公开坦诚说 他这个手机呢 就是5G手机 啊 这个手机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包装盒子上 还是在他的这个产品说明书上 华为都没有明确说 他是一个5G的手机 狗人认为呢 这个呢 并不是说那华为呢 他真是要故意的低调什么那个避免刺激美国之类的 真实的原因很可能呢 就这个东西呢 他根本就不是5G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凭这个中国政府 他的这种战狼风格 战狼尿性 他们还怕去刺激美国吗 最近几年来 中国官方 中国举国上下 最主要干的一个事 最擅长干的一个事 是不是就是经常去故意的去刺激美国 故意的去刺激日本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如果这个华为啊 或者说这个传说中的中芯国际 他们是真牛叉了 他们真能够自己完全制造出来这种5纳米的芯片了 那他们呢 绝对不会保持低调 他们在中国政府的这种要求下呢 肯定要大张旗鼓的去宣传 去给中国人打鸡血 这个呢是肯定的 华为他现在不敢公开承认5G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手机呢 他不是5G 他这个芯片的功能呢 完全不牛叉 在这儿肯定会有中国的红蓝们哭着喊着留言 反驳狗哥啊 说这两天抖音上有那么多拆机的 有那么多测速的视频 狗哥你都没有看到吗 那些呢都能够证明华为这个手机呢 就是5G 这个芯片呢 就是完全中国国产的 这个呢 确实就是中国打破美国的封锁了 在这儿狗哥要说呢 那些个表演拆机的 表演测速的 他们这个基本的目的 都跟影片开头啊 那位去华为店铺叩拜的 他们的是一个意思 都是太假 完全不可信 今天有中国的网友呢 是拿到华为的这个新手机去打游戏了啊 打这个原神王者荣耀 他这儿的评测结果 狗哥认为呢 更可信一点 因为这个打游戏 他一般呢 是最能够测试这个手机性能的 他说呢 目前拿华为这个手机打游戏啊 原神会出现贴图错误 星铁星茶海中枢跑图 也贴图错误 王者荣耀最高只有60帧 所以呢 就感觉这个手机呢 他的性能呢 很一般不咋地 下边还有这个其他网友留言 说就凭这种性能 这种配置 这个手机呢 也就是2000多块钱毛币 那种级别的手机 但是华为这个手机 他的实际的售价 好像是这个6000多 对不对 那多出来的这一部分钱 是不是就属于是智商税啊 或者说呢 也叫是这种中国的爱国税 粉红税 对不对 另外还有 华为这个新手机的背后 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 他们这种政治黑手啊 直接操作的意图太明显 这个呢 就让狗哥更感觉这个东西呢 他肯定的会很水 太水 因为狗哥呢自古一来讲 就是但凡跟这个中国极权政治 靠得太近的 基本上啊 都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基本上都会太假 太虚 那为什么说这个华为 他这次发布新手机 背后中国政府 他们的手呢 太明显 首先啊 华为 他呢是在前天 8月29号 发布的这个所谓的5G手机 当天呢 正好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访问中国 中国总理李强 在北京会见这个雷蒙多 很多网友都知道 美国这个商务部 他呢就是针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的美国政府的这个主要的部门 所以呢 中国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商务部长的这个当天 华为就发布这个所谓的5G手机 那这种操作就连中国的粉红战狼们都会知道 这个呢 他绝对不是巧合 这个呢 他绝对就是中国政府啊 跟华为 他们联合演出的一场戏 而且呢 很多人不知道 在上个星期 8月23号 李强呢 他是刚刚啊 亲自去了广东 去亲自视察了这个华为公司 还见了华为的老总任正非 所以呢 这出戏啊 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就进行策划了 第二点 中国官媒 央视 中央电视台 他有了一个新媒体号叫预渊谈天 发布了一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北京的照片 他呢 是特意在照片的左下角啊 标注了华为这款新手机的名字 他呢 是表示雷蒙多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华为这款新手机拍的 这个呢 就让中国广大红狼们又来了新一轮的亢奋 他们纷纷一银 说呢 这个呢 是美国商务部长在给华为代言 所以呢 华为又赢了 中国又赢了 所以呢 华为这新手机 他背后这个中国政府的手 这种操作真的是太厉害 太明显 这样的东西 狗呢 可以确定啊 不会有什么好货 另外这个事 狗感受最深的 就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进一步的这种堕落 变无耻 像前面重点说的这个延峰 李小萌之类的 他们在以前好像是还没有这么去唱三歌啊 但是现在来看呢 也是完全堕落了 在中国墙里边 有很多网友呢 是听说过有三句话 就是千万不要怀疑中国政治之残忍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知识分子之无耻 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人民群众之愚昧 中国政治的残忍 大家呢 肯定早就知道了 中国人民群众之愚昧 很多人呢 最近几年呢 也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 狗哥现在最关注的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在变得更无耻 他们为了迎合政治 迎合金钱 完全不顾事实 还有理性 这种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中国墙里边 这样的话 这中国呢 就很难变好了 真的 好了 今天的介绍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